嘿 還沒睡著吧 睡不著的話 聽個睡前故事吧 因為最近我也好累啊 因為基本上 要做好多好多事情 別想多了 嗯 今天晚上依然跟你講時間故事吧 講一個 小松鼠的故事 小松鼠在靠近河邊的第四棵松鼠 底下 等了很久了 因為她知道每天下午三點 小白兔都會準時路過這裡 她不知道喜歡一個人是什麼感覺 只知道每次把松子 分給小白兔的時候 心裡 能填好久 書上曾說 遇到自己喜歡的人會臉紅 會緊張 會開心的手無足道 先要把攒了很長時間的故事 都講給她聽 也會害怕一不小心 就使她有一丁點的不開心 小松鼠想了一下 大概自己 愛上小白兔了吧 每天小松鼠 都會把自己摘的最好的松子 留給小白兔 也會小心翼翼的 告訴她松子怎樣吃 才能夠不割養 小白兔每次都是禮貌的 道聲謝謝離開 你看 愛一個人總是這樣 想要靠得近一點 再近一點 又想要 把自己的全世界 都給她 自己卻不敢奢求 能夠被愛一點點 小松鼠就像戰士一樣 用自己的行動 去守護著 自己心目中的愛情 每一天 甚至每一秒 心裡都裝著她 天黑的時候 她會擔心小白兔 會不會怕黑 下雨的時候 她會掛念小白兔 有沒有帶散 她去找牛伯伯 傾訴自己的相似之苦 她說 你知道 愛一個人的感覺嗎 就像那種心裡 吃了蜜一樣的甘甜 你會幻想和她在一起的未來 你願意帶她去大草原吃草 也願意陪她去小河邊上院 甚至她一笑 啊 我的天空 星星都亮了 牛伯伯笑了 告訴她戀愛真的很甜 可是你想過失戀的苦嗎 那是一種在傷口上撒眼的痛楚 是你不忍 揭開的傷疤 也是你不敢去 提及的過往 小松鼠睜大了眼睛很堅定的說 沒關係啊 我可以努力的去愛她 我可以去做 任何她喜歡的事情 只要她開心就好 我會足夠愛她 總有一天 她會愛我的 牛伯伯祝她幸福 並且給了她四塊糖 第二天小松鼠老早的 在河邊第四棵松樹底下 等小白兔 手裡緊緊的攥著那四塊糖果 她想要給小白兔一個驚喜 遠遠的她就看到了小白兔 與以往不同的事 這次在她旁邊還有一隻小灰兔 大家有說有笑 感情看起來很美好的樣子 這是小松鼠從來 都沒有看到過的笑 小松鼠的心裡咯噔一下 甚至有一點點的難過 你看喜歡一個人就是 把自己卑微到塵土裡 心裡沒有給自己留一點空 沒有餘地 進退兩難 進一步是失望 退一步是不捨 然而她還是鼓起勇氣 走到小白兔面前 把自己僅有的四顆糖 給了她 小白兔還是像往常 一樣禮貌地道聲謝謝 並且告訴她 小灰兔 已經給過她五塊兒了 以後不要再送她東西了 愛情裡從來都是 最先動情的人說得最慘 無一例外 小松鼠哭了 在日記裡寫道 她給了你五塊糖 我給了你四塊 你說她愛你比我 愛你多一點 可是你不知道的是 她一共有十塊糖 而我只有四塊啊 我把全部的都給了你 你卻看不到我愛你 小松鼠還是每天都去等她 可是從那以後 再也沒有見到過她 你先離開 我不怪你 畢竟愛情這事沒法勉強 你是我做了很長時間的夢 是藏在我記憶裡的主人公 你不愛我 你不愛我 我不怪你 你這個男腔我已經撞了 我想我可以回頭了吧 余生很長 願你愛的人正好撞到你的心上 這樣真的 我後來不會再愛你了吧 睡著了吧 睡著了吧 以後記得要少知道 對呀 早點睡早點睡 晚安 好嗎 拜拜